男子下車準備鎖門 這是一部黑色轎車突然擊殺 三名男子惡狠狠的下車 其中一人持武士刀 另一人拿安全帽 二話不說 朝著江信被害人又灰又砸 女朋友只轉述說 有一台車下來 有一群人就直接打他男朋友 幾乎無力抵抗 三名男子將被害人強拉到對街 一路拉扯 被害的女友目睹全程 惊恐的躲在車內不敢下車 直到被害人無力倒下 三名嫌犯這才罷休 上車火速離開現場 旁邊那個是誰 她女朋友 她女朋友 救護車到場 江信男子倒握在血泊之中 她的女友不斷地大聲呼喊 但人已經失去意識 救護人員一路CPR急救 送醫依然不治 把折疊刀還有一把類似武士刀 那致命的部分 應該是穿透傷 應該是武士刀所造成 警方調查當時一共三人下車行凶 另外兩人呆在車上 其中曾姓主嫌才24歲 聲稱與被害人有糾紛 看見人倒在地上 不知道砍死人 闖下大禍 31歲將姓男子 被一路追打 一度拿出口袋裡的 折疊刀反抗 但傷勢嚴重 最後倒臥在咖啡店前 浑身是血丟了性命 三名嫌犯當劫行凶殺了人 到底有何糾紛 警方還要追查 居然成為許醫文文鴻心 彰化報導